那要不咱们今天就先把 设计委托合同给签了 然后再继续聊 那个 陈小姐 关于咱们这个设计费 设计费你没跟他们说吗 一千块一平米 设计费有一千块钱一平米 颜光 你不不也跟我来这套吧 不会 不会 您都把房子交给我们装修了 设计费都是免费的 免费的啊 免费的 对对 您继续看 免费的 这就对了 是吧 哪有还收这设计费钱呢 对不对啊 你工程费赚走就行了 设计费 两份钱 太黑了 行了 行了 看你的 来 来 您多看啊 您多选选 这好几套方案 设计费为什么不要钱啊 你为业主提供了服务做出了设计 为什么不收设计费呢 设计是我们工程当中的一部分 一般不收费 就当我们给客户的一个增值服务 当然我们是小公司 你们大公司 您又是明星设计师 那收费当然是天经地义的 喂 阳光啊 这什么叫天经地义的 你说着说着 怎么又向着他去了 你这 陈小姐 那个 您看 要不然 您也给我们提供一点 增值服务呀 你知不知道 跟设计师说免设计费 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还有你这种人 像你这种人 也号称自己是个设计师 你的存在就是对我们 整个行业的侮辱